12月8日,有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电影平原上的火焰的最新消息,平原上的火焰正式开启预售,平原上的火焰相关的发行通知也被公布,可以看到,影片属于爱情,犯罪类题材,片长共112分钟,发行版本共3个,国内外都会发行 海外想看庄述,刘浩然是,和李斐,周冬雨是,的伙伴们可以期待一下了 同样在12月8日,平原上的火焰主创团队在社交平台上进行直播,是最早的一波直播宣传,导演张继,监制刁一男,原创作者兼任艺术总监的双雪涛,主演袁洪一起连迈直播 现场聊到了影片中两位年轻且优秀的主演刘浩然和周冬雨,监制刁一男表示,周冬雨是最开始就确定了的,刘浩然最终确定 导演张继补充道,在剧本阶段对女孩这个角色是有预设的,男孩角色比较难确定,在接触了刘浩然一次以后被刘浩然身上的邻家男孩那种气质吸引了 在拍摄过程中,两位年轻主演也给导演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巧的是,导演一夸刘浩然,刘浩然就进入了直播间 双雪涛作为这部影片原著小说的作者,他表示小说是一个多角度的叙事,每个角色所占的空间并不大,电影中的李斐的性格相较于小说更为复杂一些,他有很明确的转变,对世界也有明确的认识 演,同时,双雪涛表示,刘浩然给庄树这个角色注入了一丝沉思,有观察,有思考,让庄树这个角色变得更有层次了 袁洪也表示,刘浩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演员,走的路子也很正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12月24日正式上映,预售通道已开启,快与小伙伴一起在影院感受平安夜吧